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石胖 阿唱呢 是我們小哥的東遊記 長期駐派在泰國的策劃 泰國的辣衣啊 跟我們台灣呢 其實差非常多 光顏色上來講 就很不一樣 泰國的顏色通常比較大 那我們今天呢 請阿唱為我們示範 妳好辛苦喔 當策劃還要幫我們示範這幾套 因為我自己沒辦法示範 現在請阿唱 我可以嗎 你可以可以啊 那觀眾應該不會想看 這一件呢 掛伯香金蔥的鏈條高叉一件式的洋裝 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太兇了 我都不敢動這一件 這一件其實不太方便亂動 而且它的下身內搭是不能穿的 為什麼呢 來 阿唱我們稍微側面一點 有沒有看到 哇 不知道 這樣會不會太側 來 我們回來正面一點 因為它的兩邊側的弧度其實開得非常的大 它僅僅用了兩條鏈條去做銜接 如果你比較大膽一點的 你可以把這個鏈條把它拆掉 哇 那走路起來就 有一個更危險的 有超超一個更危險的 所以底下呢 你要自己做好 防軸光貼紙的保護措施 阿唱現在有做保護措施嗎 有 後面也是個大陸杯 有一個掛伯的綁帶在這邊 刺激度滿顆心 刺激度也是滿顆心 就是看大家敢不敢做 實際上正面看其實還蠻挺保守的 側面看就另外一個世界 第二套 出場 請 這一件衣服呢 我們其實是在 哪裡買的 輝煌夜市 輝煌夜市呢 大家 裡面非常多 很好吃的小吃 那這一件衣服是Lucy去幫我們準備的 Lucy說 輝煌夜市裡面 熱炒店的老闆都很帥 男生可以去那邊買蠟服 女生可以去那邊看帥老闆 那輝煌夜市裡面呢 有很多厲害的小吃 那例如說 我有在那邊吃到很好吃的蝦子 那那邊有很多女生的衣服 相對來講 就是稍微比較平價的 蘇煌你可以猜猜看多少錢 通常在這邊應該五百合吧 沒錯 五百合內 兩百五十塊 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 這一套呢 是我們 側面鏤空的連體衣 什麼是連體衣呢 就是它下面其實有扣子 對 在當裤 這一件呢 你也是不需要穿下半身那桌的 大家看覺得這件穿起來怎麼樣 這件穿起來就很自在的 是 對 去夜店的話 你動作大一點都OK 你夜店動作都會夠大 那肯定要可以引居去送 引居去送 這要厲害的地方 幾乎都要有集中在側面 側面就哇塞 這一件衣服我們在隨便市場 那大家去隨便市場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管是商店啊 或者是當地的居民啊 他們尤其稍微有點複雜 我們去那邊有點害怕 請大家三五成群的去那邊 可是那邊的店面的選擇 就是非常的多了 它提供大家一個 相當有用的資訊 如果你要換匯啊 匯率最高的 Superrich換匯所 也就是在我們的水門市場 雖然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地方 但是它也同時是一個 乘以批發中心 大家可以想像成是 台北的五分譜 三件就可以用批發價買到了 所以也非常推薦大家 絕對的去水門市場 Shopping 哇賽 這件是可愛款的 這是泰式針織小洋裝 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是 紅色的針織 針織的衣服啊 大家一定蠻少穿的 因為針織的材質 大家一定會想說非常的熱 那它穿起來覺得會很熱嗎 不會 而且在陽光現在應該能夠看到你 身體的曲線 如果你覺得我們前面兩款推薦的 太過於簡單暴力 你可以採取這一種 小心機的攻略 看起來很保守 其實它是透的 剛剛這一件可愛的呢 我們是在 火車夜市買的 火車夜市 各位朋友跟大家講 一定要去 阿燦火車夜市有什麼 雪果 沒錯 寶寶 你愛媽我得 假一點 SUPER水晶晶 SUPER水晶晶 非常美麗的老闆娘 眼睛開心 車嘴也很開心 那另外呢 火車夜市呢 還有火山排骨 非常推薦大家去嘗試 火車夜市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 如果你從高空俯瞰呢 它是彩色的 頂棚 相對於其他夜市來講呢 它是一個比較新的夜市 裡面的乾淨度啊 環境啊 我都是給蠻高的評價 那剛剛那件衣服是200塊 我們又回到了 Space Plus的版本 那這件我就覺得非常適合夜店 這件是我們的金屬鏈條的 超大深V景深寶寶洋裝 那它要加上大樓背 酒瓶這夜 有點太猛 這算在夜店很強 而且太短 可是它應該會比較好動一點 還好 你有小腹的話要稍微考慮一下 阿燦你給他看一下側面 因為我們阿燦平時沒有寫企劃的時候 就是在運動 那樣的 腹部很平躺 這種開到很深的深V呢就可以下運 它視線一直在這邊 因為這邊一直在閃 大家有沒有發現 泰國的深V不是V的 都是做半圓無形 這是我這次來發現的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最後一套 這一件衣服呢 我們試在 帕棚夜市 帕棚夜市呢 非常多外國人喜歡去的地方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邊有非常著名的 GoGo Bar 那邊呢有很多的婦科品牌 是一個蠻具特色的地方 帕棚夜市 哇 這一件是我們寶藍社的 巴西式度假包臀 西洋裝 對 寶藍社很顯白 它的小心機就是設計 上半身脂肪的包覆布料 它是可調式的 它可大可小 對對對 心情好一點 就小小一點 男伴表現不佳 就拉包一點 對 比較好活動 但是它看起來好像 比較高檔一點的長托 好像也可以 是 對就不會說 只有夜店才適合 那這種去餐廳吃飯 其實也OK 沒錯 你這個不一定是夜晚的場合 那這樣為什麼在台北買的衣服 都有包圖 因為它這邊的審美 其實會喜歡 臀部比較豐滿的那種審美 是 對 而且他們這邊整形也其實是很發達的 對 所以說除了胸部以外 然後臀部其實 也是他們經常會 改動的一個部位 謝謝我們的企劃幫我們 很適合物款 那銀廠也不太會穿你的衣服 對不對 記得我們有很多更精彩的內容呢 就是我們的小可東遊記 那小可東遊記 大家有YouTube搜尋 或者下班連結也 觀眾朋友如果有來泰國玩 或是有些問題 有些景點想要諮詢的話 也可以訊息 他唱 謝謝大家囉 我是黑男 我是舒特 我們下次見 掰掰